万一不幸这一辈子去不了极乐世界 如何确保下辈子的闻佛法 也能遇到好的老四善知识和修学环境 总在善根佛的因缘 所以你认真努力 断无修善 如果天天能够做真实的忏悔 每天的反省 这个我讲的很多 我们的早晚课 一定要晓得早晚课用意在哪里 早课是提醒自己 我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要遵守佛菩萨的教会 再提醒自己 我安阔是反省 是谨定 想想我这一生 这一天呢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有没有违背 佛菩萨身先教会 认真去反省 有则改之 无则加灭 这叫忏悔啊 这叫真因修行啊 如果天天这样干法 我常讲了三年 那你是中国人讲的君子 在佛法家呢 善男子善女人 三年 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的名号 你就得到了 中国人讲嘛 七年小臣九年大臣 七年你是闲人 九年你是神人 这是什么 这是世界的 像孔孟这样的 做到了 那佛菩萨呢 佛菩萨加一个条件 就是妄想分别指着方向 你只放下了执着 决定没有执着了 还有妄想分别 你成阿罗汉了 你超越六道了 如果你分别也放下了 你还有妄想 你是四圣法界里面的 就是摄法界里面的 佛菩萨 什么时候妄想也放下了 你脱离摄法界了 你到一真法界了 你是华言会上的佛菩萨了 法身大死 是真佛不是家佛 这是世尊在经上 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佛对众生的恩惠 如是如是 佛对一切众生的帮助 就到此为止 后面是要靠自己了 后头帮不上忙 后面帮得上忙 我们就不要修行了 我们过过都成佛了 那是他办不到的 所以他是老师 他能把他的经验 告诉我们 把他的方法告诉我们 老师帮助学生 就到此为止 学生得到之后 一教奉行 就有成就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